近日央视马年春晚的两大巨头 总导演冯小刚和副总导演赵本山 首次在京会市商讨2014年春晚的整体基调 此外张国立赵宝刚等春晚团队核心成员 以及央视的相关领导工作人员都参加了此次会议 据知情人士透露马年春晚主持人或七老用心 所谓的七老用心指的其实是春晚上的主持人 也就是说央视12年的主持人阵容中 董卿和朱军这样的老将很有可能会被新人取代 此外有记者了解到冯小刚不仅先后密会 郭东霖冯公等春晚熟练 甚至还欲请陈佩思和朱石茅这样的春晚老人出山 看来马年春晚语言类节目似乎还是将熟练进行到底 可以确定的是本山在2014年春晚表演的小品 还将启用影棋纸笔创作 至于本山会带哪些弟子上春晚影棋表示颜值上早 因为本山老师一向是根据角色选演员 从来没有为哪个演员量身打造角色的先例 赵本山对于用哪个演员和作品 完全都是从作品本身的质量和演员表演的好坏来出发 不会给自家弟子开绿灯 感谢观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